下回我要换庄 但是你总要去做 我认为每个地方 各位住在新殿 各位住在板桥 各位住在宜兰 那边总有夜市 超市 有苦难的 然后呢 你用完晚斋以后 可以走一个钟头 这个是我们的网课 网课要念在有苦难的地方 所以菩萨成佛 一定要到有苦难的地方 才可以找成佛 一定要在逆境的地方 才可以找成佛 太舒适的环境里面 就像我每次在大雄宝殿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都念我空气 但是如果我去住念 去屠宰场 我越念越大声 我师父说 对的 你去吧 你适合去修这个的 所以你要在痛苦轮回的过程 你才会更精进 所以外在也要八条戒律 为了要利益众生 更要要约束自己的身与口 第一 不杀害众生 第二 不偷盗 第三 男女之间全断淫欲 第四 不忘语 第五 不喝酒 第六 不香花 阴落香油涂生 天气冷 各位就不要穿羽绒的 这边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杀得很厉害了 有些人可以做到 纯粹没有羊毛的 更殊胜 第七 不睡卧高广大床 不隔五苍击 第八 过五不时 离非时时 虽游是生口意 三叶道清静 成为出离世间之阵音 解脱生死痛苦之根本 如等今者一一文字以 我能如法并受佛 能如法受食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张宏森医师 台湾领先国际实施口罩实名制 经过防疫及公平性 守护民众的健康 国内疫情现在趋缓了 口罩国家队将持续住内员外 大家依旧可以透过实名制 购买一片五元的台湾制口罩 14天可以购买9片哦 另外 口罩出口禁令也同步解除 可以透过攜带邮寄诊方式 将口罩提供给海外的亲友哦 感谢口罩国家队 国军县一级后备人员 中华邮政 及协助贩售口罩人员的权利支持 也感谢园警们维护秩序 协助推动防疫工作 台湾疫情控制 得以领先国际的关键之一 就是有高口罩覆盖率 请大家持续配合防疫措施 共同保护家园 勇敢的战斗鸡 住在山上的人家 都会养一些鸡 母鸡会留着下蛋 而公鸡养大后 则会将其宰杀待客 阿诚家里也养了一群鸡 平时都是放养在山坡上 这群鸡里有一只 漂亮强重的大公鸡 阿诚给它取了个名字 叫做战斗鸡 哥 你这次回来能多住几天吗 这次没办法 明天我就得回去 我后天还要上班呢 明天就要走啊 我还想你陪我玩几天呢 诶 阿诚 你不是放假了吗 不如你跟我去都市住几天吧 正好我带你去我工作的动物园玩玩 好啊好啊 我早就想去动物园玩一玩了 那明天你就跟我一起走 我们动物园里有很多真琴猛兽 最近才刚刚引进了一只白老虎 不过这阵子它身体有点不舒服 白色的老虎 哇 好新奇哦 明天就带你去看看 不过要是前几天的话 你还能看到老虎吃鸡呢 老虎吃鸡 是啊 它不是生了点小病吗 给它投放一些活鸡 一来是为了帮它补充一下营养 二来是激发它的野性 让它有点精神 哎哟 这只鸡好凶 它想要干什么啊 难道它听说了老虎吃鸡生气了 战斗鸡这是哥哥你干嘛呢 阿诚你叫它什么 战斗鸡啊 哥你不知道这个家伙它可厉害了呢 要知道山上经常有黄鼠狼药鹰来偷鸡 而我们又不能整天看着这些鸡 所以我们家的鸡都靠它保护呢 难不成它还能对付得了黄鼠狼和药鹰 当然了 这家伙既厉害胆子又大 我就曾亲眼看到它把一只药鹰给暗倒在地 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叫它战斗鸡 它竟然能把抓鸡的药鹰给打败 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战斗鸡 好了战斗鸡 天快黑了 你跟我们一起回家吧 这个家伙竟然能听得懂你说话 当然了 要知道它可是我从小养大的呢 爸妈哥回来了 阿仁 你也回来 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啊 是啊 你看我们什么都没准备 爸妈 我今天只是回来看看你们 明天我就回去了 这么敢啊 阿诚 那你快去把那只大公鸡抓来 今晚我做白斩鸡给你们吃 啊 妈 那只战斗鸡那么优秀 它会保护我们家的鸡 我们还是把它留着吧 留着它干什么 养公鸡都是用来吃肉的 快点去把它抓来给你爸杀 真的要杀它 它可是我的好朋友耶 妈别忙了 不用再杀鸡了 你看 我从都市买了一些好吃的小菜呢 今晚我们就吃这些吧 这样也好 我们就不杀那只鸡了 等明天让阿仁带回去吃 在都市 很难买得到这样的放山鸡呢 第二天 阿诚便要跟着哥哥阿仁 去都市玩 而他们的父母 也早已将那只战斗鸡抓住 关在了一个笼子里 准备让儿子带到都市 宰杀吃掉 阿仁 你把它带走吧 回都市后 将它杀了 请同事一起吃 妈 这只鸡 你们还是养着吧 你就拿着吧 这只鸡的个头 已经长得非常大了 是到了该杀来吃肉的时候 好吧 那我就拿着吧 哥 你难道真的要杀掉它吗 要不然怎么办 我总不能把它养在宿舍里吧 不行 你不能杀掉它 这里不是动物园吗 不如我们就把它养在这里吧 开什么玩笑 哪有动物园里养鸡的 好了 我先带你去吃饭 吃完饭 再想想该怎么处置它吧 嗯 好吧 然而 当阿仁 阿诚兄弟俩 吃完饭回来后 却发现屋子里 只剩下了笼子 里面的那只大公鸡 不见了 哎呀 战斗鸡哪儿去了 怎么搞的 它不可能从笼子里跑掉啊 你们在找什么 我们从老家带来的大公鸡不见了 阿仁 我就知道那只鸡是你带来的 我已经帮你处理好了 处理好了 吴大哥 你把它怎么了 我把它丢进虎山里喂小白了 啊 你把战斗鸡拿去喂老虎了 吴大哥 你怎么能拿它去喂老虎啊 我们园里的那只白虎小白 这段时间不是生病了吗 你不是还说 要带点好吃的 给它补补身体 我以为 那只鸡是你要带给它的呢 糟了 哥 你们动物园 怎么能让人把活鸡丢给老虎吃啊 你不要生气了 我同事也是心疼那只白虎 要知道 它可是稀有动物啊 那也不能为了老虎 而伤害了战斗鸡的性命啊 哇 它可真厉害啊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况 加油 别打输了 完了 战斗鸡一定被老虎给抓住吃掉了 可怜的战斗鸡 这只鸡真是太强了 它可真是一只战斗鸡啊 普通的攻击被扔进这里后 看到硕大的老虎都吓得两腿发软 根本没有逃跑的力气 可是它却能坚持到现在 这真是个奇迹 糟了 它累了 飞不太动了 漂亮 大公鸡 真有你的 天啊 这种情景 我可从来没见过 这只鸡可真有胆量啊 哎呀 它把老虎给扔火了 这下可没好果子吃 惊险一目接着一目 几分钟的时间里 大公鸡接连摆脱了白虎七八次 游客们纷纷对着它不停地拍照 为它的每一次脱险喝彩叫好 你们看 老虎放弃了 小白它从来没有经历过这般奔波劳累 阿诚 你的这只战斗鸡 今天可让它吃到苦头了 战斗鸡 真有你的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战斗鸡 没错 这只大公鸡的名字叫做战斗鸡 它是我从小养大的 也是我的好朋友呢 这只鸡怎么会这么厉害啊 它从小就生长在山里 为了保护我们家的鸡 因此练就了一身的胆量和本领 也只有这样的鸡 才能称之为战斗鸡啊 那只鸡是你带来的吗 啊 园长 是的 是我带来的 嗯 不错 刚才的情景我看到了 这个家伙很吸引人呢 你看 游客反应多好啊 今天这只鸡 可是我们动物园的明星啊 怎么能只是今天呢 它会一直成为这里的明星的 这怎么可能 它熬不过今天晚上的 您为什么这么说 要知道鸡天生都患有夜盲症 而老虎又偏偏是夜猎高手 你说 到了晚上 这只鸡就算再厉害 它能逃得了吗 啊 那不行 我们得赶快把战斗鸡 从那里面救出来 开什么玩笑 那样可真是苦苦夺食了 哥 怎么办啊 我们得想想办法救救它 现在也只有等到天黑 老虎回笼吃饭的时候 我们才有机会将它带出来 按人 按照原理的规定 你们绝不能进入虎舍 不就是一只鸡吗 让老虎吃了就算了吗 战斗鸡 赶快想办法离开这里 哎呀 不好 那只鸡竟然落到老虎嘴边了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糟糕 刚才那只鸡差点抓到白虎的眼睛 要是真把它的眼睛给抓伤了 可就坏了 得赶快把这只鸡 从虎山里给弄出来 太好了 战斗鸡终于得救了 为了保护老虎的安危 而把一只鸡从虎山里带出来 这可以说是 动物园建员以来的第一次 因此 大家决定将这只勇敢的大公鸡 养在动物园里 我在动物园里工作了这么多年 这种情况可是第一次看到 能从老虎嘴里活下来的鸡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当然了 这可是一只名副其实的战斗鸡 是由于我的 口体而言 走人 往前决定 在网站里面 有封 Nazi 决定 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